男子得到一段神秘录音 得知飞机即将坠毁 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他 贾斯汀在严格的安检之后登机了 巧合的是今天是10月15号 登机时间10点15分 他坐的航班是1015次航班 就在贾斯汀查看安全手册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个正在播放的MP3 录音名字为《鬼秘之音》 1015号航班的悲惨名案 这不就是自己正在坐的航班吗 出于好奇 贾斯汀戴上了耳机听了录音 发现这是一档解密的栏目 讲述的是1015号航班在起飞后不久相识 117条生命不知所踪 此时主持人正在描述飞机的起飞状态 贾斯汀突然发现 负音的描述和此时的情况高度相似 乘客系好安全带 空姐在做安全演示 外面正在下着大雨 贾斯汀有些慌了 想和身边的人分享这个录音 却被人当成疯子 他接着再听 出事的航班机长 居然正是本次航班的机长 名字一模一样 其中还提到机组人员曾经不好说 10点21分 一只鸟飞进了发动机 就在这时 窗外突然一阵火光 把贾斯汀吓了一大跳 他看了一眼时间 刚刚的撞击 就是发生在10点21分 贾斯汀彻底慌了 找到了空少询问 刚才是不是有一只鸟飞进了发动机 这个问题显然让空少也很疑惑 甚至觉得他在找茬 随便复言几句之后 空少就离开了 就在此时 一个叫乔治的男人出现在贾斯汀身后 他说自己是一名飞行员 刚刚的情况就是鸟飞进了发动机 贾斯汀更加确信了录音的真实性 接着听录音 主持人说 飞机是在11点15分消失的 还剩不到一个小时 贾斯汀觉得 自己必须拯救整个飞机的生命 他开始记下录音里提到的 可能导致飞机失事的情况 可能是因为电子设备 干扰到飞机运行 于是贾斯汀苦口婆心地 劝制使用电子设备的人 也可能是因为飞机的一名乘客 是指认飞手挡的重要证人 飞手挡为了灭口 制造空弹事件 于是贾斯汀 战战兢兢地找到这个乘客 开始查看他的包 就在这时 乘客惊醒 把贾斯汀骂了一顿 场面积一起混乱 机长都不得不出来维持秩序 贾斯汀被勒令回到座位上 他只能继续听录音 他听到机长在飞机消失前 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晚安纽约 于是贾斯汀赶忙找到机长 让他千万不要说晚安纽约 这无疑更让机组人员觉得 他是个疯子 为了整机安全 贾斯汀被电衣空警绑了起来 成为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的 重点截获对象 可就在这时 机长突然叫走了空警 仿佛发生了什么大事 此时 乔治突然出现在他的身边 告诉贾斯汀 自己相信他说的一切 还说两人必须做些什么阻止规矩 贾斯汀突然想到 乔治也是飞行员 那能不能让乔治 驾驶飞机安全降落呢 乔治同意了 但进入驾驶室需要密码 就在这时 贾斯汀看了一眼录音上的寿字 1015 他确信密码就是1015 果然乔治用1015顺利进入驾驶室 打约了飞行员 掌控了整架飞机 然而监控画面都被播放出来 乘客们看到后惊慌失措 一片混乱 乔治便降低压力 提升温度 除了贾斯汀之外 所有人都因此睡着了 此时 驾驶室的乔治对着摄像头 说了一句 晚安永远 接着双手不再靠步飞机 轻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 贾斯汀这才明白 原来他就是那个驾驶飞机消失的飞行员 在飞机落地后 贾斯汀请了过来 他环顾四周 自己此时正在一处荒岛 原来自己没死 他赶紧拿起MP3接着听 想知道最后发生了什么 好消息是 整机的乘客都活了下来 唯独贾斯汀不知所踪 原来 所有人都认为是贾斯汀害他们流落荒岛 便纷纷用自己的手段 解决了贾斯汀 但他始终坚持 是自己救下了整架飞机的人 到底是无中生有 还是在改变未来呢 估计贾斯汀自己也无法分辨了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